冬日才去不远,清水镇便是一片春日花开,平和温馨的景象。 一大清早,阿焕便照常打扫完院子,去厨房做早饭,见九流比他还早,正在看着药灌给小妖熬药。 他原本一直叫小六六医师的,可冬日回春堂地馆谢客一月后,六医师拐了新婚的丈夫鬼方九流回转清水镇。 这个称呼就突然有了问题,九流不让他叫鬼方公子,说是太生分了,他也不能和苗仆和佐尔那样叫姑爷。 思来想去,他结结巴巴地叫了生姨父,九流倒是高兴了,小六却跳脚起来说这样把他给叫老了,最后妥协的产物是他改口叫六医师叫六姐,叫九流六姐夫,这才人人满意,个个称心。 阿幻边在心里付匪着,真不知道鬼方公子对姐夫这个称呼为何如此执着,只恨不得在脑门上挂个牌,好让全天下都知道是他娶到了六医师。 面上却规规矩矩地行礼问好道,六姐夫早,又给姐姐熬药呢? 作为百幻蝶高等妖族,他天生就对妖力灵力极为敏感。 鬼方九流虽说号称是神族四大世家的子弟,但阿幻却能感到他身上隐隐含着一股深不可测的妖力,这力量如同汉海一般广博澎湃,让他自然而然不敢在他面前放肆,甚至有点战战兢兢。 九流头也没回,淡淡道,小妖心口的伤没完全好透,自己又逞强怕苦不肯吃药,我得熬好要盯着他服下才放心。 怕苦?逞强? 阿幻差点笑出声来,和小六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小六何曾怕苦来着? 本来就是医师,常药时再怎么稀奇古怪,苦涩难闻的药材他都不皱一下眉头, 平常的男子几个捆在一处,都不及他能吃苦。 至于逞强,小六对自己身体发肤之小心,更是无人能及,连破个皮都不能接受, 亏他之前还也忙着,只能把回春堂所有的物件摆放之处都背得烂熟于心, 除了针酒刺学用的金针外,一英利器都不能进他的房间。 这座派,就连他当年的主家高薪世家豪门也难以望其向背。 他拼命咬唇忍笑,什么时候,小六突然变得娇弱到怕苦不吃药, 还要夫君熬好端去才肯喝了。 天下怕也就这个六姐夫被蒙在鼓里,一味心疼, 凡事都要哄着他,纵着他,也不怕他气焰嚣张起来, 夫刚就此一蹶不振。 酒流扫了他一眼,便似明白他的想法。 淡淡道,我是他夫君,自然愿意纵他疼他, 把他放在心上,天经地义,又有什么好笑的。 阿焕一手俯额,翻了个白眼只是心想, 你们夫妻恩爱就好,为什么还要到我面前来显摆, 欺负我年纪小不知道是吗? 念上却赶紧道,可不是,六姐只肯喝姐夫熬的药, 我熬的他就咸苦咸烫用,各种理由推脱。 姐夫你看你这药都好了,快端去吧, 可别让我小六姐姐给等急了。 酒流在烧得滚烫的罐子上,随手试了一下, 阿焕看着就烫,却见酒流面不改色, 满意地提了,药罐就出去了。 一进卧室,就看小妖正满屋子转悠, 偷偷摸摸地在塞着什么物事, 听她进来,立刻一个剑步窜到庄台前, 装模作样地拿了根裸子袋, 网媒间描摸。 其实,小妖当年下玉山后,便流落江湖, 王姬的气势倒是能摆个十足十来唬人, 但诸如王姬的记忆, 什么情奇书画,女工真指,厨艺中愧, 她却都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她精善喜欢的和一般贵女完全不同, 制毒,行医,调香,炼剑, 当年屠山景虽然不说, 但族中上下却也略有微词, 但她嫁入屠山市也只是济世, 又深得两任轩辕王的重视, 于是硬生生地把飞一压了下去。 也因如此, 小妖打心底就不愿嫁进屠山市, 但屠山景又始终无法成为完完全全的夜时期, 从头到尾,就别扭憋屈委屈不平, 从未畅心快意过。 然而, 久留却完全不同了, 她本来就是绝世大妖, 最是顺心随意, 无拘无束的性子, 对这些细枝末节向来嗤之以鼻。 小妖的医术高明, 她油然为之自豪, 小妖独树高深, 她真心积赏不已, 还要亲口品尝, 小妖喜欢调香, 她会认真评鉴, 给她意见, 至于练剑, 本就是她一手交成出师, 又赠她认主宝宫。 凡她所喜所乐, 皆与她情投意合, 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了。 不过, 她这个画眉的技术, 倒实在是有待提高。 久留从她手中拿过眉袋来道, 我来吧。 小妖望着镜中, 自己被画得粗粗, 细细跟毛毛虫差不多的眉毛, 丧气得道, 我手怎么这么笨呢? 久留笑着帮她擦去画坏的眉毛, 安慰道, 你是大荒顶尖的医术高手, 制度胜手, 又哪里手笨了? 这个自己画就是不容易, 说着捏着眉带, 帮她细细描, 就两道远山长眉, 眉间弱促, 更显风姿绰约。 小妖呆呆地任她画眉, 只觉她离得极静, 气息可闻, 衣袖和发丝服的她面颊微痒, 心也跟着微痒起来。 久留描摹已闭, 直起身来, 拉开了些距离, 审视了一下, 满意地道, 好了。 小妖正正地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耳垂却悄悄地红了半边, 久留便从药罐里倒出一碗药来, 递给了她, 道, 那柱炎花虽是神器, 我当时的心实在破碎太甚, 补得很势勉强, 又没有及时得到我的同源妖力温养, 就算你服了还魂草, 还是会时常心悸疼痛。 每天这成婚两次的药和妖力输送是断不得的。 小妖立刻就苦下一张脸来, 道, 不要, 这要太苦了, 真的, 苦得连个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良药苦口, 我给你拿点蜂蜜润下如何。 小妖邪瞟了她一眼, 不知怎的, 声音中就带了几分爱骄之意, 拖延道, 晚点再喝行吗? 太烫了。 酒留手中立刻放了一个冰灵树, 小妖只好看着那要不易时就在一层缭绕的冰雾下冷却到了可入口的温度, 眼看在没法拖延, 就耍赖道, 那我喝了, 今日是硕日, 你陪我下午去茶馆听清水临时说书, 酒留指道, 都依你的, 去听个书又算什么大事? 让苗圃和佐尔看着医馆就成, 我带你和阿焕一起去。 小妖嘀咕着道, 果然阿焕这句姐夫叫得不冤了。 眼珠子转了又转, 拿着碗就是不肯喝, 撒娇道, 太苦了, 你喂我。 酒留实在拿她没办法, 只能点头答应, 便拿了药碗, 轻伸过去。 小妖指道, 她会把碗端到她唇边, 也晓得这要不吃今天是过不了这关了, 便老老实实地做端正了, 等她来喂。 谁料想酒留微仰脖子, 先是自己灌了一口, 就低头附到了她的唇上, 唇齿微起, 那要便鼓鼓地流到小妖的口中, 极苦的药便带了丝丝缕缕的甜。 一口药捐低不剩的喂完, 小妖已是微微气喘, 只是拿手勾着酒留的脖梗, 害羞道, 哪里有这样喂药的呀? 酒留轻笑道, 你既怕苦, 我自然陪着你, 同甘共苦, 便是如此, 那碗药自然是被喂完了, 只是速度有点慢, 这一上午接诊了七八个病人, 虽都是些头痛脑热的小病, 却架不住小妖心情正好, 眼睛又能瞧见了。 一顿望闻问切, 就差把这几个病人从头到脚细细诊治个遍了, 还把他们身体的隐患说了不少, 又手起针落, 很是行了几遍针法, 倒把病人们弄得受宠若惊, 外加抖抖索索, 千恩万谢, 谁都不知道自己除了来看的头痛脑热外, 还有那么多将生卫生的大病, 不免又是开方抓药, 只忙到午饭时才罢。 九流也不打扰他行事, 自在院子里减食处理药材。 他灵力又高, 手法又熟, 比起阿焕来, 倒更像是个现成的熟手, 阿焕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 只有艳羡不已跟着学的份了, 他便在心中暗暗存夺, 这个六姐夫, 当真是什么都会棘手, 都不知道他之前是做什么的。 用霸午饭, 几人团团坐着用霸午饭, 左耳自往铁匠铺迎胜, 苗仆在医馆看着几个伙计留守。 九流便携了小妖的手, 阿焕在后面跟着, 三人一起去了镇头的茶馆。 恰逢旺日, 茶馆自然又是热闹非凡, 待他们三人到的时候, 已是将将满座, 跑堂的剑是六一师一行, 眼睛都快瞪出眼眶了, 上下打量了半赏, 才赶紧腾挪出边上一个空桌来, 又送上茶水果实, 自不消说。